杭州三敦甲来路上有家匠城造型理发店 小刘是这里的老顾客了 4月12号 他在自己的卡里续费888元 小刘说 这是他第三次在匠城理发店充值 也享受了一些优惠 是那个调到了五折 然后是从888给我打进去1000 然后再一个是给我约定了说 之后我再去他们这家店烫头烫头发的话 他给我在卡里面备注 我每次去的话是那个只要花费200 然后是用欧莱雅的产品 小刘介绍自己的发质是细软塌 所以经常烫发 让头发不要贴着头皮 当时充值的付款记录上备注 欧莱雅烫发200一次 小刘的理解是 每一次烫发的费用都是200块钱 不过他说 跟自己约定优惠的两个人 现在都离职了 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当他再次来到理发店烫发时 其他店员有不同的理解 他们说我备注上写的是 欧莱雅200然后一次 意思就是说我只能够享受这个一次 小刘说 7月8号自己在店里消费了 唯一一次欧莱雅200的烫发服务 但是对于这次服务 他不是很满意 但是他给我扣卡 我看了是上面写的是健康烫发200 然后对他的产品药水 我也是保持疑惑的 就是说他们店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欧莱雅的产品 他们实际在店里面销售的话 要上那个1000多 但是我感觉出来的效果非常不好 小刘表示 卡里之前还有一些余额 第三次充值的888块钱 其实还一点都没用 现在他想把这888块钱退了 采访这天 理发店正好休息 接着电话联系上了一位负责人 第一呢 退我们这边客户消费的不满意 都可以退 这是第一点 我很明确的向你回答 对吧 那第二 就比如说在这个产品上 你刚才说的这个产品上 那我们哪里 第一他合议是不是欧莱雅 那这个东西没问题 因为欧莱雅是属于 因为现在染高是欧莱雅不出 染高了 那是日化现有 作业线是没有的 那超市里面是买了到欧莱雅的 但是我们作业线是没有欧莱雅了 但是烫化水是有的 这个就是他如果欧莱雅 因为那个说实话也不贵 那我们一用的是确定是欧莱雅 至于小刘的烫化费用 到底是怎么约定的 是每一次还是只有一次 负责人说自己不清楚 要去核实一下 会让人跟小刘沟通 不过截至发稿 小刘反馈 还没有接到理发店的电话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在握一下 然后欧莱雅 Aly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